中央现乡协力打造安全市信生活网 吉安乡长游淑珍和多位乡名代表 17号前往正在进行道路准平作业的现场 来监督工程品质 游淑珍表示 这一次吉安乡提升道路品质工程 获得中央经费挹注 一次完成五条道路的路平改善 游淑珍他强调 乡公所会做好施工品质把关 要提供民众平整舒适的通行空间 吉安乡公所拼路平 积极向中央提报了吉安乡提升道路品质工程 获得花冬基金1100万元的经费挹注 一次完成五条道路的路平改善 铺设面积将近有2万平方公尺 各项工程陆续进行当中 预计9月21号就可以完成全路段铺设 那这一次呢 谢谢我们花冬基金挹注1000万 也谢谢代表会通过100万的地方的 智丑来作为我们整个吉安乡五个公区的执行 那我们另外四个公区呢都已经完成 在吉星6间的部分是因为在抛除之后发现地层底下 这个路基发生很严重的这个道路的一个下限问题 所以谢谢我们的这个承包工程呢 帮我们开启了我们45公分哦 再作为电地路程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我相信建设是很久远 是百年的基业 所以我们吉安乡公所 在这里啊 维护我们乡亲的一个行驶道路的安全 也看到了我们村长代表会的一个建议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完善整个道路的建设跟建制 17号上午山长游淑珍和代表会主席邱美云 还有多位代表及两位村长 来到了正在施工中的吉星6间会刊 发现承包厂商不计成本 主动提报要自行吸收增加改善工程的费用 这样的优良厂商也受到代表会的肯定 公所向来对工程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的厂商是主动的提报 说这个工程施工下去 即使完工了之后 也会发现在过不久 它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那这样子对一个厂商来讲 它的施工品质就会扣分了 所以它在主动出击之前 就是先提报说 是不是可以再不加价 它要把它加工之后再来施作 那我相信乡公所看到这种情形的话 它绝对会支持 然后即使要加价 我相信工所也会毫无条件的加 然后厂商也会一定 这样子优良的厂商 我们一定要尽量把它提出来 让我们吉安乡公所 每一次施作的道路 都是一样这么好这么优良的厂商 厂长游淑珍表示 后续还会针对村长或民众建议的 急迫路段来争取经费进行改善 同时乡公所也会做好施工品质把关 提供乡亲平准舒适的通行空间 这里会接下来报道